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脸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大促Prime Day的备战过程中 在精细化运营好站内流量的前提下 卖家如何做好站外引流 一 站外引流的作用 站外流量无论是对短期爆款的推进 还是对长久品牌影响力的打造 都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当前离Prime Day的到来 还有不到三个月的时间 卖家除了要抓住平台的流量福利 也要自觉去寻找更多流量入口 以促进活动期间单量的提升 同时利用站外流量能让产品有更多曝光机会 当站内流量充分利用后 通过开拓站外流量来增加自己Listing的曝光 就很有必要了 促进自然订单及评价的生成 做过广告的卖家就会知道 站内广告是很烧钱的 但站外流量如果做得好 可以帮助卖家节省不少站内广告成本 除了站内流量带来的销量之外 做了站外的卖家 还可借助站外推广的方式来提高自身的销量 站外流量对打造自己的品牌也十分有益 特别是运营Twitter、Facebook、YouTube 几大海外社交媒体的卖家 在这几大平台有了自己的品牌追逐者 对自己品牌的推广也是大有必义的 二、发布Dios帖子 站外推广产品 Dios网站更侧重表现为折扣网站 主要是对B2C平台网站进行打折 帮助买家省钱 卖家可直接把产品短链接发到Dios网站上进行打折 这与优惠券有些类似 可按Discount和Coupon设置 对于卖家来说 Dios可有效清库存 提升流量和转化率 以提升Listing的排名 并不是任何产品都能做Dios推广 必须满足账号 Feedback500个 Review需20个 如果是新开发的产品 只有三个Review Dios平台也很有可能推该产品上热门 做Dios推广的主要形式就是发布Dios帖子 发帖时要注意 卖家可以做Coupon 也可以做Discount和Code 只是在做之前 要明确折扣范围 设置范围 在设置库存时 卖家可参考自己竞争对手的库存 如果卖家拿不准的话 卖家可询问发帖中介 库存要设置多少为一 在发布Dios帖子时 也要注意 发布时间 拿捏好时差 因为不同时间对应的平台流量是不一样的 最后 建议卖家 不要把同一个产品折扣 长时间发布在同一个网站 可Dios网站做一个月 听着网站做一个月 针对Prime Day 卖家现在就可在自己网站上做好相关折扣预设 在产品网站上提前告知买家 Prime Day期间将会有的折扣 拓展Dios网站的重点就是关键词挖掘了 卖家可通过Google关键词搜索 第一种就是Diosweb所有Dios网站都有 第二个就是Dios加并加国家搜索 建议卖家选择第二种方法 更有针对性一些 小语种国家 卖家可把Dios可翻译成相对应国家的语言 卖家也可通过竞争对手去搜索 在卖家了解竞争对手的前提下 卖家可直接以竞争对手的品牌加Diosweb去搜索 三找到合适的网红 借助YouTube做站外推广